从一百年开始 新北市府会每年都携手合办 敬老献艺歌仔戏活动 今年迈入了第八年 是全台各县市绝无仅有 新北唯一的活动 议员们不分蓝绿 共同单纲演出 希望让长者感受大家的心意 新北市议员白佩卢粉末登场 唱起歌仔戏是有模有样 而担任主持人的议员王淑慧 也是穿了一身红 以幽默的口吻 让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登场 我们能够在府会一家亲 而且不管议员或是我们的同仁 能够一起来为了敬老 那说实在这一次 刚才我们所谓议员也讲过 我们希望能够先良对于敬老 这个已经迈入第八年的活动 议员们不分蓝绿 共同单纲演出 今年全新的戏码 风雪翼女情 同样产扬为善报恩 百善孝为先的精神 还结合了市府推动的 老人福利政策 希望说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传统戏曲 那希望观众可以来支持 然后也让台湾的戏曲 因为大家的支持 能够一直传唱下去 所以我们很辛苦的练习 即便是今年是选举年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因为歌仔戏让生活可以更丰富 今年为了要配合我们的老人福利政策 那么跟这个什么2.0的长照都有相关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特别安排的一个巨码 虽然不能让我们的副市长再过黄帝影 但是跟他在推动这个老人福利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从6月12号开始 民众可以到市府一楼大厅的服务台 新美市立图书馆的服务台 以及新美市艺文中心B1的服务台免费锁票 然后在6月23号晚上7点 一同来欣赏这难得的演出 记者沈志永林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